赵铁明瞧了他一眼 你没有听出 上面这一段话有问题吗 杨学军尴尬地低下头 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就在于 一个中年妇女 哪有力气 把一个成年男子的尸体 运到隔壁小区 而且还搬到了顶楼 好吧 就算他真的有这么大力气 这可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 中年妇女 当他把尸体搬到顶楼时 看到铁门关着 他会那么聪明 想到把铁门的每个螺丝转掉 把尸体弄到天台上去 再原模原样地 把铁门装回去 通常的可能是 他直接把尸体扔在了顶楼 而不是非要弄到天台上去 啊 那确实不合成理啊 杨学军想了一想 正没道 难道是他儿子帮着一块搬尸体的 赵铁门点点头 啊 其实凶手不是他 而是他儿子 他被正式批捕后 过了半个月 他儿子来派出所投案自首 供出了他才是凶手 而他母亲 是为了给他顶罪 案发的真实情况是 那天儿子回家要学费 男人喝醉了酒 辱骂母子俩 甚至动手打儿子 母亲为了护子 用身体挡住男人的拳头 而儿子 从小见识父亲的家庭暴力 这一次 见男子用皮带抽母亲 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就拿起了榔头 用尽力气 往男子的头上敲了下去 这一敲 他妈妈就彻底地吓呆了 可儿子 却有一种如实重负的快感 随后 儿子说他不孝 不能照顾母亲了 要去派出所自首 他正要走 母亲突然跪倒在他身后 说他是自己这些年 忍受的唯一理由 他的所有心血 都是盼望着 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如果他出事了 那么自己也没有办法再活下去 所以 即便自首 也让他来 只要儿子以后 能有个好将来 这儿子 从小读书非常努力 虽然家庭条件差 可是他成绩一直很好 在重点高中里 一直排上前三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能考上北大清华 他是他母亲的全部寄托了 他没有办法 他知道自己自首之后 母亲生活的希望就破灭了 日子更加没有办法过 他为了保护母亲 只能想出两个人都不被抓的办法 他们家没有车 无法远距离抛尸 只能在就近选择 隔壁没有人的停工小区 趁着晚上 母子俩一起把尸体 偷偷运了上去 一直抬到顶楼 当看到通往天台的铁门关着时 母亲本想直接把尸体扔在顶楼了 儿子却觉得这样不安全 他是一个聪明人 想着如果能把尸体运到天台 那样被发现的概率就很小了 他观察着锁 发现上面沾满了灰尘 说明很久没有人开过 如果直接把锁砸了 那么巡查的人上来后发现 就会到天台查个究竟 所以他跑回家 拿了充电电钻 把铁门完好的整扇卸了下来 把尸体搬到天台 一个排烟管的背后小角落里 就算有人走上天台 也很难当场发现尸体 就这样 过了几个月 母子俩以为安全了 谁知尸体被发现 严良很快就直接怀疑到了他们 母亲为了保护儿子 告诉他 一定要好好读书 争取考好大学 他要为他顶罪 儿子当然不肯啊 但母亲以死威胁 儿子只能无奈答应 可是母亲被抓之后 儿子每一天都在负罪感中 难以自拔 终于 过了半个月 他忍不住了 到了派出所 跪在民警面前 供述了他的犯罪事实 向在那边 看她我们的 网络 匹央